嗨 這一段 其實我們把《環島旅人》 就是我們《環島旅人》計畫從去年的2月28日開始 然後做今天已經是1月9日 做了將近一年的時間這個巡回 但是中間還有辦了別人表演 對 然後其實我們一直很喜歡這個企劃 然後所以一直很想要就是 讓更多人看見這個企劃 因為我們把《環島旅人》比喻 就是人生就是一段旅程 那我們把整個《環島旅人》的過程 然後串起了整個節目 然後希望你們今天都會喜歡我們的表演 然後這個階段是結婚的結婚 然後其實當初會要加場的時候 我自己就非常的沒有自信 因為我覺得要在短短的6天 然後把票賣到一定的數量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大的力量跟能耐 而且其實那時候自己的身體狀況非常不好 就是前一陣子 之前就是睜眼嘛 然後睜眼完再變睫魔眼一眼 然後再來變兩眼睫魔眼 然後沒想到後來就得感冒 然後就一直在看醫生 一直在按時吃藥還有休息跟睡覺 然後後來就想說感冒應該沒了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一起去就是在練團 然後去吃飯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自己就是根本也沒有吃 可是一點都吃不下 之後才想說那是不是還要再去看一次醫生 結果沒想到他說 你得了流感啊 最近流感是腸胃型的 我說哈 也 他們也快要找我了吧 然後就 就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記得要去台南拍一段影片的時候 那時候我的聲音是沒有的 那時候就非常緊張 就想說我的人生該不會就從此結束 就表演完這一場就過 所以待會等一下手機 如果我真的掛在台上記得打119 對所以大家有看到一段宣傳影片其實是 我唱歌是因為他完全沒有辦法唱歌 嗯 就不是故意要弄他 對講到 不是喔 講到這個 反正好繼續聽歌 蛤 可是我們talking只有三段 這已經第二段了耶 沒關係啊 有這種事 下一代表演講9月 啊那我要先講 然後就非常感謝今天 因為我覺得這一個表演已經是最後一場了 而且是最後加場 對 然後我們今天從兩個板子 然後進階到四個板子 加強 對然後在這一個過程當中啊 就是我們發現有越來越多的朋友 開始喜歡我們 然後其實我們兩個在還沒有 變成街頭藝人之前 我們也是曾經被人這樣影響著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有能力可以請到我們自己喜歡的朋友來看表演的時候 我們覺得非常的開心 所以現在要介紹今天 不要啦 我們不要 而且你知道介紹完 很開心你們來了 對然後 我知道介紹完你知道會有那個優先順序 你現在沒有算筆劃 你怎麼樣知道誰要選 你要說接下來介紹不分筆劃 不行啦 你一定要落高我跟你說 好 然後就是我們真的要非常謝謝 曾經給我們力量還有夢想 不管是在我們2007年 當街頭藝人開始 然後到最近的任何的生活裡面 這段過程當中 一定有你們的參與 然後包括那一些影片啊 作品 我覺得他們心癢癢 就覺得今天有時間 那就回去臉書問你啊 回去臉書私信問沈聖澤 不要再問我了 我最近好累啊 然後 就非常謝謝他們的作品 然後還有他們忍 就是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給互相的影響 然後不管那一些人 他們是在某一方面是多麼有才華 或者是在某一方面 他們是有自己的地位或什麼的 然後或者甚至是他們可能只是學生 或者他們可能只是上班族 或者他們只是 嗯 可能正在談戀愛 不管啊 反正就是我覺得 每一個人對我們來說真的非常的重要 然後尤其是在我們最近 就是一直小病不斷大病沒有的過程 我真的覺得健康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請大家好好的就是珍惜自己的身體 然後好好的做你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就真的非常謝謝所有來看的人同 本能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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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